夏天不仅天热,而且微信中叫服务网,会食堂IDQ910HST,夏天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季节,因为天气闷热,不仅像你大汗淋漓,对于一些身体素质较差的人来说,还会影响他们的心脏以及呼吸。 很多人认为,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其实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仅是冬季,夏季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夏天温热的天气会让我们动一动就一身汗,而出汗之后每个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为了能够赶紧去除掉自己的一身臭汗。 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而一些年轻人为了贪凉,而选择冲一个凉水澡。 如果我们去搜索一些相关新闻,就会发现每年一到夏季都会有很多人因为出汗之后冲凉水澡而心甘死亡。 还有一些人喜欢在跑完不出完汗后喝冷水,这种做法同样是非常危险的。 就算是夏季,我们的心血管也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更不能过于贪凉,否则会损伤心血管。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安然度过整个夏季呢? 一要注意不贪量因为喝冷水,或者是冲冷水澡,而造成心甘死亡的。 其根本原因就是太过贪量,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度追求凉爽而损伤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心血管相对来说本身就比较脆弱,过于贪量会造成大祸。 二要注意补充水分夏季水分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在睡前和起床之后都要注意喝一些水来保证自己的身体水分充足。 三要饮食均衡不少人,到了夏天可能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个睡眠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而且饮食也一定要均衡。 可以吃到多吃一些清淡的水果蔬菜,少加一些鱼肉肌肉即可。 点击下面标题,读更多资讯一、二、三。 中小福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